富士康为何购买46台国产光刻机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中国国产光刻机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近日有媒体消息称 台资企业富士康公司位于青岛的芯片工厂 一次性采购了46台上海微电子公司的国产光刻机 而且在今年的11月底时 富士康位于中国山东青岛的芯片工厂进入生产阶段 此消息一出立马引起热议 有分析认为 此前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印度斥资50亿建厂 先后又投入高达300亿元 希望拿下印度市场 但由于印度在基础设施及其政策方面的种种问题 最终让富士康印度工厂亏得血本无归 郭台铭败走印度后也认清了现实 认识到大陆市场的重要性 而恰逢大陆政府积极倡导芯片产业 给予了很大的政策扶持 这也是富士康在青岛建立芯片工厂的动力 由此也可以视为富士康要重新扎根大陆市场 不过此前由于美国对中国下达的禁令 国外的高端光刻机设备已经很难向中国市场开放 尤其是光刻机龙头企业荷兰阿斯曼尔公司 受到的影响最大 因为受到美国的威胁 荷兰公司在大陆市场也像是在走钢丝绳 而且不仅是针对大陆企业 此前也有消息爆出 甚至在华的韩国企业也买不到阿斯曼尔的光刻机了 而这或许就是富士康选择中国国产光刻机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虽为打铁还需自身印 能首次击败阿斯曼尔 同时也证明了国产光刻机正在成长 我们都知道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之一 按照用途可以分为好几种 用于生产芯片 用于封装LED制造领域 而一般的光刻工艺 要经历硅片表面清洗烘干 涂底 悬涂光刻胶 软烘 对准曝光 后烘 显影 硬烘 刻实等工序 而其工作原理在硅片表面云胶 然后将眼模板上的图形转移光刻胶上的过程器件 或电路结构临时复制到硅片上的过程 因此 光刻机也被誉为人类顶尖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因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的智能电子设备都离不开芯片 一枚小小的芯片相当于人的大脑 可想而知 芯片对于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多么重要 而制造芯片的光刻机更是炙手可热 而许多国家都十分的渴望掌握光刻机的技术 但是中国国内的光刻机技术一直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制约 这也使得中国国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也因为光刻机技术的制约而受到种种限制 因此 也是使得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处于很艰难的发展境地 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是 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国家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也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这也使得中国能够有机会摆脱在光刻机领域一直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历史 因为在此前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垄断和技术封锁 就使得中国的光刻机技术只能被欧美国家卡脖子 此前有报道 中国的光刻机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中国科学家在经过近七年坚固卓绝的攻关 使得中国的超分辨光刻设备研制项目通过验收 这意味着 中国拥有了世界上首台分辨力最高的紫外超分辨光刻设备 而且中国的这台光刻机设备使用波长更长 更普通的紫外光 这也意味着 中国国产光刻机使用低成本光源实现了更高分辨力的光刻 这也是中国在光刻机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而此次上海微电子公司能够取得富士康如此大的合同 也是由于上海微电子公司在光刻机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而且已经成功研发出22纳米级别的光刻机 还将继续突破的过程中 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 那么上海微电子公司还会在7纳米、5纳米等先进光刻机方面实现突围 这将会极大的加快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从而也可以完全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圈 从而实现自主研发 而且这将会对阿斯麦尔光刻机在中国大的市场造成重大的冲击 也会使得阿斯麦尔无法占据中国的市场 从而遭受重大的损失 而此前阿斯麦尔光刻机在看到中国光刻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后 对此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就决定向中国出售光刻机 而且对中国出口的光刻机数量达到了1000台 除了EUV光刻机设备以外 其他阿斯麦尔光刻机公司的光刻机产品都可以自由出货 这其中就包括DUV光刻机 所以这也看到阿斯麦尔光刻机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后 并想要来垄断中国市场 也是抓住中国光刻机发展的关键时期 对中国采取高价勒索、低价倾销的策略 和采取技术封锁和打压的政策 从而大肆地挤压中国国产企业的生存空间 也大大限制了中国光刻机向前发展 这也是西方国家一贯采用的伎俩 因为这样一来 因为这样既让大量光刻机进入中国 垄断中国市场 使得中国国内的多家科技企业 可以轻松购买到光刻机 这不仅可以帮助阿斯麦尔光刻机公司清理库存 而且还将影响中国国内科技企业 在光刻机领域的发展 打乱中国的自主研发步伐 从而就使得中国光刻机技术 一直在他们的压迫和封锁之下 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还真的是两全其美 但是中国却不吃这一套 反而是要支持国内光刻机的发展 富士康企业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的作用 这也就使得富士康完全对阿斯麦尔光刻机的不感兴趣 坚定地选择采购上海微电子公司的光刻机设备 而且一下子就买了46台这么庞大的数额 所以这也是给阿斯麦尔公司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而且也引发了荷兰人的担忧 这可能也会导致阿斯麦尔公司失去中国半导体市场 此外 由于上海微电子公司早已经实现了光刻机的技术突破 所以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微电子生产的光刻机设备 占据了中国光刻机市场的80% 同时还在全球市场中拿下了40%的市场份额 所以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 上海微电子公司完全具备 为富士康提供46台光刻机的实力 也可以看出其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 而且在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突破 因此上海微电子公司的光刻机发展的未来 一定会越来越好 外在中国乃至世界光刻机市场上大放异彩 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与发展 上海微电子公司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也可以给中国国内的其他光刻机公司 以榜样示范作用 不断加强各光刻机企业之间的团结合作 互相学习与进步 并且能够相互抵制购买国外的光刻机 从而加快中国光刻机的发展 突破国外对中国光刻机技术封锁的包围圈 西方国家越对中国采取科技封锁和压迫 反而加强了中国突破科技封锁的决心和动力 虽然中国目前的光刻机技术 与国际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相信随着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 不懈努力探索与发现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